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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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今天啊 土房哥 迷路哥 数学小天才 然后不敢飞哥 我们的前将军于美成 又爆出迷演话 各位 哎呦 我真的好佩服于将军 真的一阵子就可以带给 这么多人欢笑 这样也不容易啊 其实你应该拿最佳贡献奖 从前几周才爆出 这所谓说大陆的军队 若进入到台湾会迷路的鬼话 当时韩国人亲自手机 收百度地图给大家看 然后也让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我看到有几个媒体 都有转发我的影片 因为我是直接在大陆导航台湾 我就直接从台北到桃园 完全没问题 都是用大陆的这些地图系统 所以才刚让大家笑翻才被打脸 结果今天又爆出让我们真的 瞠目结舌的言论 尤其又是大陆朋友标记我 拜托你们不要再标记我 那么低能的影片了好不好 那究竟今天他要爆出什么名言 我们马上来看一看 这个夜航是全世界知道的 台湾的空军训练的最好 真的吗 台湾的每一个空军 几乎到达航母飞群的基准 因为对于有很多美国的空军说 你们那个空间的那个概念 怎么这么强啊 这也是老共很怕的 他们晚上不太敢飞 会怕救 会怕 第一个他们的雷达没有我们的好 空军的空军训练质量没有我们的好 会怕救 好 各位 我真的快笑翻了 我相信非常多大陆朋友 应该已经看着瞠目结舌了 其实我觉得今天最难过的是 曾几何时一个不是军事专业的韩国人 竟然要录影片来去纠正一位将军 我真的完全没有想过 于将军你是专业的 你怎么会去讲出这种鬼话呢 这些人用着自己专业拼命的渔民 所以你看 绿蛙会那副德性完全不意外嘛 绿蛙会觉得大陆很惨 或者是好像很弱 你看看他们这种言论 我告诉大家 真的很多人相信啊 你们还真不要觉得是说 真的有人相信他的鬼话 真的啊 因为今天啊 于北辰啊 又在这个绿的政论节目 也就是上次讲迷路的那一个政论节目啊 今天又爆出名言了 然后啊 这个政论节目也是大绿媒恶力 他的标题就直接写什么 就直接写啊 大陆啊 只敢白天派机扰台原因曝光啊 然后啊 于北辰说啊 怕掉到海里啊 说台湾的空军可夜航水准 直逼美航母飞行员可24小时备战 然后啊 真的爆出让大家非常惊讶的话 他就是说啊 台湾的夜航很厉害 连美军都称战 然后他说啊 大陆的军机月台啊 一般都是天亮 然后接下来这句话 真的让非常多人都炸了 也就是他说大陆的飞机啊 他们啊 晚上不太敢飞 各位 哇 我操 哎呦我的天啊 到底谁是将军啊 各位朋友啊 你这种鬼话怎么敢讲啊 于将军 然后女主持还在那会怕就好 哇靠 各位 你们是什么下流的媒体啊 没有公正性 没有中立性就算了 还在那好像用着一般人民的那种愚昧 堂堂的大电视台恶力 还在搞这种节目 台湾今天会堕落 会沉沦 不意外啊 看看今天他们的论述 你真的会吐血啊 各位啊 如果你今天你觉得大陆的飞机 都不敢晚上飞 那请问一下 来给各位看一个片段 这是韩国人在11个月前啊 在杭州的宿舍啊 我还亲自直播给大家看 晚上啊 大陆的战斗机还在做潮演 先给大家看我之前的直播画面 来了来了 超多战斗机的 你看 又一台 你看那个叫战斗机 一直在我家上面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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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有没有看到 我一直想怎么一直轰隆轰隆的 那个声音又来了 大家看 好多台哦 又来了又来了 哎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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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哇 这什么战斗机啊 来 各位 一清二楚 你说大陆很怕台湾的夜航 哎 这到底谁告诉你的啊 而且今天来 各位 韩国人毕竟我们不是军事专业 来 我们看一个专家讲的好不好 今天啊 另外一个媒体啊 就直接报啊 于北城栓大陆的军机 只敢白天扰台啊 这个台湾的前空军副司令啊 忍不住报真相 来 各位 前空军副司令 这应该绝对比于北城还有资格讲 这个空军的事情吧 这个内文就写啊 退役少将于北城啊 称啊 因为夜航不容易 尤其台湾四面环海 你一飞出去之后 这个天是黑的 地是黑的 星星跟海上是倒影 一不小心啊 就不知道 哪里是海 哪里是天 所以啊 你看大陆的军机扰台啊 都是天亮来啊 结果各位 前空军副司令就表示啊 大陆的军机啊 晚上也会过来 他主要的考虑啊 是环保时段啊 这个前空军副司令 更进一步表示啊 大陆军机凌晨也来 而且他们还搬大夜航过来 我们夜航飞的比较少 我觉得今天最难过的是 有人竟然可以为了博取眼球 为了要去讨好这些绿观众 让大家觉得好像 哇 台湾很厉害 大陆会怕我们 要给台湾人继续壮胆 然后不惜抛弃自己专业 然后在绿娃面前胡说八道 这真的是我无法接受的啊 各位 你先不要说什么 大陆的军机夜晚不敢飞之类等等 大陆今天连嫦娥6号都实现 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 而且还返回了 重点这则新闻还是纽约时报报的 天哪 为什么将军 你会讲这种鬼话 人家今天连月球背面采样 都能做到了 你还要跟我们在那继续的骗 继续的给台湾人洗脑 你们这什么垃圾媒体啊 纽约时报报的 不是大陆的新闻报的 而且你说大陆军机夜航 不太敢飞过来 来 各位 一堆绿媒 前阵子都有报到什么 大陆的军机晚上来乱啊 这个陆机啊 还有陆舰 7日夜间执行联合战备警循啊 13架逾越中线啊 所以于北城你说谎了啊 你说人家不敢啊 那新闻都已经都有了 那怎么办 真的 不要这样骗好不好 而且大陆是不光白天的时段过来 而且他们还包含了 刚刚韩国人讲 大夜行 还有小夜行 因为当然他们今天会去讲这些话 韩国人就已经很摆明告诉大家 因为真的有人相信 我相信有多大陆朋友们都觉得 哇 很惊讶啊 真的有人相信这种鬼话 真的啊 真的 你不要怀疑啊 那为什么他今天还敢讲这些鬼话 如果今天他们知道讲这些话会被骂 如果绿的这些支持者真的这么理性的话 他们就不会去讲这种话了啦 来 随便给大家看一下刚刚于北城 他讲这段论述的影片下方留言 就有人说啊 专家的意见真的好 你以为真的没有人相信吗 真的有人相信啊 都已经报过很多新闻了 还不需要我在杭州直播给大家看夜晚 哇 我竟然能看到战斗机 还不需要耶 而且更可笑的是连今天恶立这个新闻 也就是于北城讲这个荒谬论述的新闻台啊 他当时一则新闻就写什么 就写大陆的军机啊 孔夜席 歼二十 歼十六 夜间训练啊 连恶立都有这样做报道 然后你又在恶立讲这种鬼话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不专业的人 好好去讲错话或者是他想要去讨好观众 做夸张没关系 但是你今天是专业的啊 我今天最瞧不起就是用自己专业的身份欺骗大众 这个就是这个人一直不断干 难怪会被大家笑 你不如去讲相声 我还不会去打脸你 结果今天连前空军副司令 都已经讲大陆会飞了 那你还在嘴炮什么 真的啊 我这两个字送给你丢脸啊